我們先來看到面對反服貿學生 占領立法院 並且號召群眾明天要走上凱道 那麼時間呢 現在已經邁入第12天的 這個占領立法院了 各種反彈聲浪陸續出現 在今天下午有三場 是由不同單位所發起的 反對反服貿活動 其中一場是警察的眷屬 站出來為警察抱不停 呼籲社會輿論 不要一面倒向學生 不能再這樣一面倒 這個國家還是需要警察執法 你們不要用得到警察的時候 覺得警察是人 用不到的時候 就一面倒 可是現在搞的學生出來以後 大家都打著學生的名號 搞的老百姓全部都支持學生 覺得警察執法過道 我們不懂到底哪裡做錯 警察的眷屬流下眼淚 用哽咽的聲音 希望先生能夠早點回家 那麼因為這些警察 為了要維持立法院附近的秩序 輪流站港 有些人已經好幾天都沒有回家 也不能夠好好休息 而在今天下午 從兩點半開始 以及三點跟五點 在立法院的附近 中正紀念堂跟台北車站是分別有三場 反對反服貿的活動 要以康乃馨作為象徵 對上學生所代表的太陽花 呼籲學生們撤出立法院